忠实传递价值 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 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翻转课堂的克汗学院 副标题是互联网时代的教育革命 刚听到这个书名你可能会有点懵 什么是翻转课堂啊 克汗学院又是什么 其实啊 翻转课堂就是相对于传统课堂而言的 这是一个新的教育理念 目的是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 让教育学得到统一 这一教育理念最早就是由克汗学院提出的 克汗学院是由孟加拉裔美国人萨尔曼·克汗于2004年创建的 并以他的名字命名 一直以来 克汗学院都是通过网络视频 向世界各地的人们提供免费的高品质教育 可以说他开创了美国线上教育的先河 引领了一场教育革命 由于萨尔曼·克汗对教育事业的突出贡献 2010年他入选了财富杂志评选的全球40大青年才剧 又在2012年入选时代周刊杂志评选的全球100大最具影响力的人物 被人们誉为传统教育的颠覆者和互联网时代的教育思想家 在这本书中 萨尔曼·克汗记录了克汗学院十几年的发展历程 和他自己的教育理念 接下来我就来跟你讲讲 克汗学院究竟有什么神奇之处吧 我将从以下两个方面解读这本书 第一 克汗学院的教育理念与传统课堂有什么不同呢 第二 萨尔曼对未来教育的设想是怎么样的 在讲这两个问题之前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克汗学院的发展历程 萨尔曼·克汗出生在美国新奥尔良市 他还是学生的时候就展露出在学习上的极高天赋 以及他对教育的不同态度 在读高一的时候 萨尔曼已经将高中数学全部学完了 想要学习大学的微积分课程 可当他向校长提出申请的时候 却被无情地拒绝了 理由是 如果学校给他破了例 那以后其他人再提出类似要求 学校也不好拒绝 这样不便于学校的教学管理 萨尔曼并不认同学校的做法 他认为 如果学生学有余力 学校就应该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支持 学校最终还是没能为萨尔曼开设微积分课程 他只好利用暑假时间去大学旁听 高中毕业之后 萨尔曼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麻省理工大学 这时他又发现了另外一个问题 那就是学校的大班教学非常浪费时间 效率也很低 在上大班课时 300个学生坐在同一间教室长达90分钟 听教授讲解既没有心意 也没有针对性的内容 300个学生是否全都掌握了教学内容 老师也毫不关心 90分钟的时间对学生的耐心也是一个巨大的考验 于是萨尔曼经常逃课去学自己想学的内容 甚至利用这段时间修读了两倍的课程 高中和大学的经历让萨尔曼意识到 学生的学习进度和老师讲课的进度很可能不一致 学生完全可以自己设立目标 按照自己的学习进度主动学习更多的知识 这也是后来可汗学院最基本的教育理念之一 大学毕业之后 萨尔曼进入一家基金公司 成了一名金融分析师 2004年的一次家庭聚会 萨尔曼和12岁的表妹聊天 得知表妹的其他功课都很好 唯独数学成绩拖了后腿 表妹请萨尔曼帮忙补习数学 萨尔曼同意了 她开始帮助表妹找出她数学学习上的薄弱环节 发现表妹没有理解单位换算是什么意思 比如她不知道怎样计算 五英里是多少英尺 两公斤是多少克 萨尔曼重点向表妹讲解了这一块的知识 并鼓励她将不知道的地方说出来 而不是猜答案 很快表妹就掌握了单位换算的要领 数学成绩也很快得到了提升 萨尔曼的亲戚和朋友们听说之后 也将自己的孩子交给萨尔曼辅导 慢慢的 萨尔曼的学生竟然有将近十名了 但学生一多 问题就出现了 第一个问题是 学生的学习效果大打了折扣 萨尔曼很难再像辅导表妹那样 做到一对一的讲解数学 而且同时给几个学生一起上课 她很难掌握每个学生的知识接受情况 教学效果也不太好 于是萨尔曼就自己设计了一个小程序 这个程序可以自动生成一些题目 让学生回答 再将学生的答案记录下来 看看是否准确 通过这种方式 就能比较真实地反映出 每个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了 第二个问题是 萨尔曼的时间不够 因为他白天还要上班 他的朋友建议 他将教学内容录制下来 再发布到YouTube上 这样学生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进度和时间安排 自行点击观看了 萨尔曼采纳了这个建议 开始录制教学视频 每条视频长度也就在十分钟左右 萨尔曼本人并没有出镜 只在一块电子黑板上演示教学内容 其实十分钟的视频长度和不出镜这两条 一开始都是萨尔曼无意之中做出的决定 但效果却出奇的好 之所以录制十分钟 是因为当时的YouTube限制了视频时长 最长只能有十分钟 但这却刚好符合学生注意力集中的时间 一般来说 学生注意力的集中时间 大概就是十到十八分钟 教学时间长了 学生很容易开小差 不出镜则是因为当时萨尔曼 没有合适的摄像机 又不想花钱去买一部 尝试了一段时间后 萨尔曼发现 学生看不到老师的脸 反而有助于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老师讲课的内容上 这是因为人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习惯 就是在与他人交谈时会不由自主的注视他人的面部 到了2006年 随着视频的点击量越来越高 萨尔曼也逐渐完善了他的教学方式 并成立了专门的网站 克罕学院 首先他升级了一下测试小程序 这样程序就能记录下每个学生答对或者答错了多少题 用了多少时间 通过这样的统计 他就能发现 学生是在答对的题上用的时间长 还是在答错的题上用的时间长 答错的原因是因为粗心 还是因为没有理解概念等等 接着他继续升级程序 把所有的知识点都汇集到一张知识结构网中 他把这张结构网称之为知识地图 有了这张知识地图 学生对学习的路径了如指掌 知道学完一个知识点之后 下一个知识点是什么 最后萨尔曼还设计了一个判定标准 检测学生是否完全掌握了一个知识点 那就是能够在关于该知识点的50道题中 连续答对10道 到了2007年 已经有数千名学生观看了萨尔曼的教学视频 而且他们也觉得这种教学方法十分有效 但萨尔曼还是有点信心不足 因为他都是凭借着自己的直觉在做 并不知道在现实教学中 老师是否认同这样的教学方式 还存在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 于是在2007年夏天 他参与了一项政府开展的实验教学项目 选取了旧金山三个教学点的6到8年级学生 使用他的教学视频 开始了为期六周的数学学习 在合作的过程中 萨尔曼也进一步完善了他的教学系统 他制作了一张电子表格 记录下每个学生每天的学习进展 包括学生的答题数 正确数 错误数 连续正确数 和答题总时长等 通过分析电子表格 老师就能清晰地看到 每个学生对知识点掌握的情况 这样他们就能对错题数最多 答题时间最长 总是无法连续答对十道题的学生 进行一对一的辅导 项目结束后 很多原本成绩明显低于平均水平的学生 成绩得到了大幅提高 老师也都认为 萨尔曼的视频教学方式 对基础差的学生尤其有效 得到在校老师的认可之后 萨尔曼在此后几年 一直通过开设教学下令营的方式 来进行实践 学习的内容不止包括数学 还有很多实践内容 比如组织学生们 用乐高制作成会摔跤的机器人 互相比赛 为了让自己的机器人更强大 学生们需要不断加入更复杂的元件 在这个过程中 萨尔曼还带领学生们 一起探索每个元件背后的工作原理 学生也更容易理解 夏令营活动 是萨尔曼对新的教育模式的探索 科罕学院自2006年创办以来 一直到2009年都只有一个工作人员 那就是萨尔曼自己 大多利用的还是他的业余时间 直到2009年初 萨尔曼终于决定 辞去他原来收入丰厚的金融分析师工作 全身心地投入到科罕学院中去 他想要帮助世界上所有想提高学习能力的学生 尤其是那些贫困的学生 这也是为什么科罕学院直到现在 所有视频还都是免费观看的 萨尔曼意识到 科罕学院正在做的 也许是一个可以改变整个世界教育理念的项目 所以他要全职研究 而不是利用业余时间零零碎碎的改进 萨尔曼的科罕学院 在社会上也引起了很大反响 就连比尔盖茨也收看了他的视频 最终盖茨基金会投资了550万美元 帮助科罕学院购买更先进的教学和摄影设施 招聘更多优秀的教师 开发更多的课程 课程内容也逐渐扩展到科学 计算机历史 艺术 经济等多个方面 谷歌基金会也投资了200万美元 并将教学内容翻译成最常见的十种语言 现在 科罕学院也出了中文简体版 中国学生也可以观看到 科罕学院的教学课程了 在介绍科罕学院的成长历程中 你可以发现 科罕学院的教育模式 与传统的标准课堂模式 有很大的不同 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一个内容 传统的标准课堂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小学和中学教育 最早是在18世纪由普鲁士人创建的 是政府免费提供给普罗大众的一项公共服务 主张人人平等 人人参与 让教育不再是上流社会 精英阶层的奢侈品 广大民众都有接受教育 开启民智的机会 但普鲁士人的初衷 并不是为教育出能够独立思考的学生 而是为了培养一批忠诚且异于管理的国民 因此普鲁士教育体系最大的弊端 是无差别的教育每一个学生 限制了学生的自主创新能力 除此之外 萨尔曼认为 普鲁士教育还存在一个弊端 那就是接受教育的学生看上去非常优秀 但很多人实际的学习情况却是漏洞百出 比如接受了多年英语教育的学生 有些考试成绩非常好 但却无法与一个外国人深入的沟通交流 或者毫无障碍的阅读英语小说 也就是说 这些学生虽然应试能力强 但阅读和听说的能力却比较弱 因此 萨尔曼将普鲁士教育体系 比作瑞士奶酪 因为瑞士奶酪 外表看上去非常的完整坚硬 但里面却布满了小口 针对传统教育的这些弊端 萨尔曼在可汗学院里做出了一些改进 首先 萨尔曼倡导经熟教学法 什么是经熟教学法呢 简单来说 就是学生在掌握更高难度的学习之前 要充分理解和掌握之前的知识 你可能觉得 这和现在的教学方法也没有什么区别啊 其实不然 在传统的教学中 学习时间是一个固定的值 每节课45分钟 每天6节课 不出大的状况 学生上完一年级就升到二年级 而学生对知识的理解程度 却是变动的值 有些人接受能力强 有的人接受能力弱 但无论学生是否掌握 掌握的程度如何 都可以从一年级升到二年级 从小学升到初中 只是班级和学校有优劣之分而已 衡量学生掌握程度的标准 就是考试分数 而在精熟教学法中则完全不同 学习时间成了一个变动的值 熟练掌握才是一个固定的值 不管掌握的时间是需要十分钟还是一个星期 只有完全掌握现有的知识点 才能进入下一阶段的学习 萨尔曼也不赞成用分数来衡量学生的掌握程度 在他看来 老师出卷时只是在所有的知识点中选取了一部分进行考核 即使学生考了100分 也不能代表他掌握了全部知识点 更重要的是 不管学生考了95分还是60分 都代表他们还有一部分知识没有掌握 但这部分知识有可能就是学习更高难度知识的基础 这也可以解释 为什么有些学生在低年级时成绩很好 但是升到高年级就跟不上了 是因为他的不足被考试成绩所掩盖了 精熟教学法就是要有针对性的弥补学生知识上的欠缺 直到他们全部掌握 其次 萨尔曼很重视知识点之间的关联 在传统的教学中知识大多是成碎片化的 人们将知识划分成各个学科 比如数学 物理 生物 化学 每个学科有专门的老师教 用不同的考试卷考核 但实际上呢 知识之间是有很大的关联的 学科的划分只是人为强制分类 比如你要学习生物课上的遗传学知识 就要先掌握数学课里的概率 换句话说 遗传学其实就是对概率的应用 萨尔曼一直致力于改变这种细致划分的趋势 努力将知识连贯起来 这时他的知识地图就发挥了作用 可以让学生知道不同知识点之间的关联性 第三 萨尔曼注重教育学的统一 在传统课堂上 老师在讲台上教 控制着课堂的节奏 学生在座位上学 被动地接受老师教授的知识 教和学是完全分开的 因此老师很难知道 每个学生的知识薄弱点在哪里 即使知道他也没有时间 对每个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辅导 而这部分恰恰是学生学习时最重要的环节 复习巩固和茶漏补缺 科罕学院就打破了这种老师教学生学的方式 将教和学统一了起来 学生既是老师 可以自己把控上课的进度 他们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 容易的知识快速过 有难度的知识反复听 接下来再回到学的角色 将不同的地方圈出来 向老师请教 让老师重点讲解 教和学统一之后 学生就能化被动为主动 采取自主学习的方式 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学习节奏 从而从根本上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与兴趣 好了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科罕学院和传统课堂的区别 主要有三个方面 第一 科罕学院注重经熟教学法 以完全掌握知识为目的 而传统教学中有时间的要求 对知识的掌握 仅以考试成绩来衡量 第二 传统教学将知识分割成碎片化 而科罕学院更注重将知识串联起来 第三 传统教学中是老师教学生学 学生被动接受知识 但科罕学院采取的是教育学的统一 学生可以自主学习 萨尔曼已经通过互联网和软件技术 实现了一些传统教育 不能实现的理念 关于未来 他认为还有很多方面可以进一步改进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问题 萨尔曼对未来教育的设想和展望 他理想的教育模式 应该是怎样的呢 萨尔曼的第一个设想是关于教学方式的 在教学方式上 他希望能够做到有秩序的混乱 什么意思呢 首先是在学生方面 萨尔曼希望未来的教育可以做到混龄教育 也就是说不同年纪的孩子可以在同一个教室学习 专注学习自己的内容 不懂的地方再向学得快的同学或者老师请教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这是因为真实世界里的人际交往 是不会人为区分年龄的 让孩子从小就能和各个年龄段的人交往 有利于他们更好的适应社会 而且混龄教育时 大一点的学得快一点的学生可以充当老师的角色 年纪小一点的孩子也有一个偶像和目标可以追赶 实现学习过程中的互帮互助 萨尔曼不仅希望不同年龄的学生混合在一个班级 还希望能够将多位老师也混合在一起 建立一个75到100人的大班 由三到四个老师共同管理 甚至在同一堂课上也可以由两个老师一前一后同时教学 采用辩论的方式或者小组讨论的方式授课 这和萨尔曼上大学时 由一个老师教300个学生的大班上课有很大的不同 学生们不是枯燥地听一位老师教学 而是多位老师同时上一节课 这样做的好处是让学生能够博彩众长 学习和分辨不同老师授课内容的差别 这有利于训练他们的批判性思维能力 在教学方式上 萨尔曼还天马行空的设想 未来一百人的大班里面 每个人做的事情可以完全不一样 课堂上想听课的人就可以用电脑听课做练习 不想听课的人就去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比如制造机器人 设计手机程序 或者是画画 研究象棋等 这样的课堂看上去非常混乱 学生们各干各的 但这种混乱其实是有秩序的 学生们完全是根据自己的进度和兴趣 来掌握学习的内容 同时还有很多时间和空间 能够和他人切缩交流 学生们既能够独立思考 又能够协同合作 萨尔曼的第二个设想 是关于教学时间的 他认为应当取消现在的统一寒暑假 在萨尔曼的观念里 寒暑假已经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以前人们之所以设置寒暑假 是因为在农耕时代 人们要在夏天收割稻草 所以需要孩子回家帮忙 而冬天需要休养生息 进入工艺化时代之后 寒暑假不仅成了家长们的负担 也打断了孩子的学习进程 萨尔曼建议 学生们的寒暑假 也可以像公司的年假一样 由学生自己提出申请 自主安排 就像公司职员休年假之前 会预先安排好自己的工作 孩子休假之前 也会提前安排好自己的学习 这样既得到了休息 又不会影响自己的学习进度 萨尔曼的第三个设想 是关于考试方式的 萨尔曼希望在未来 取消现在的ABC的评分系统 引入综合评估系统 因为如果采取了它精熟学习法 每个学生都可以掌握各个知识点 人人都可以得到A ABC评分系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评估的核心就变成了 考察孩子的学习方法 学习能力和创造力 未来每个学校可以为每个学生 建立一个反馈软件 持续多年收集孩子的表现情况 不仅包括孩子的学习情况 还有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 刻苦坚持的决心 以及乐于助人的精神等 有了这样的系统 未来的社会不再是 一考定终生 文凭论英雄了 学生们即使不能进入名牌大学学习 也可以通过系统中的数据 证明自己与那些 获得名牌大学文凭的人 拥有同样的能力 能够做好某一领域的工作 好了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萨尔曼对未来教育的期望 萨尔曼主要有三点期望 第一 他希望未来能够实现学生混龄 多教师共同教学 同一课堂多种教学形式的 有秩序的混乱教育 第二 他希望取消统一函暑假 将放假的自主权交给学生 第三 他希望取消ABC评分系统 使用综合系统评估 通过反馈软件持续收集孩子的表现情况 让孩子即便不能入名校 也同样得到社会的认可 人们都说教育是当今社会最牵动人心的话题之一 一直以来 人们关于教育方向 教育手段的探讨和批判 从未停止过 萨尔曼科汗建立的科汗学院 并没有停留在哀叹教育的现状上 他身体力行 用互联网时代的先进科技 挑战了当今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他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唤起了他们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心 让学习成为一件快乐的事情 希望萨尔曼的教育理念 能够给广大家长和老师 带来一些思考和帮助 好了 翻转课堂的科汗学院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